昨天的这个节目我事实上在这次参选以来 我要多跟年轻人多沟通也多了解 但是更重要的也希望让他们认识我 谢谢 所以这次这个主席跟很多网红合作 然后呢这些网红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近的主席 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宋大哥 那么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年轻人呢 也对宋大哥改观 那么也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亲近的人 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网红的合作跟帮忙 那我知道很多人一直要跟我们调画面 因为昨天只有25秒非常抱歉 其实是拍了5分钟 但是呢好好说其他画面不可以流出 因为 不要穿帮 所以这边我们就只能这个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是不是有一个脱户 有 我们力劝他 谢谢 郭总事长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国民党的现状 我担心国民党的现状 因为我早就看透了 我很早以前就提醒国民党这一些大卡 想的就是要争取买办的那个头衔 是真的为台商吗还是为他们自己 大家心里有数 但是现在我不是要去指责或者是批评任何政党 我们要自我期许 秦民党稳定两岸是对于当前的两岸的情势如何让能够海峡风平浪静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他的意思是那个郭董2024如果要选总统的话 因为你只做一任 对 我已经说了我只做一任没有任何的包袱 但是更重要的那就是下一次谁都有机会 但是要让一个老师傅先打好基础 让大家可以持续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好好的为台湾来找出自由民主开花的 那个多彩多姿的那样的波乱反正 一起共同来参加 在这些市局当中我们不会挂单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不要变成两边不靠而左支右支 这才是一个领导人的格局 那就是不是为政党在奋斗 是为百姓的未来能够找出一个安全的所在 稳健的未来发展的第一个政策方向 秦民党认为要务实的处理两岸关系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也要维护台湾自由民主的制度不变 这就是我们的秦民党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政见 在大陆上没有完全自由民主化之前 维持现状是对台湾最好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的秦民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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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陆上没有秦民党的秦民党的秦民党的秦民党